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资产不信鬼神 不信捕士 也不信心象 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郑简公去世以后 郑定公继位 到郑定公五年 就是公元前五百二十五年 这一年发生了两个天文现象 一是夏天的时候 发生了日食 二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彗星扫过大火星 尾巴一直到了银河 天象异常啊 于是当时著名的几位天文学家 当然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星象学者了 他纷纷发出警告了 鲁国的身须和子圣 都是著名的天文学家 两个人在一起讨论了一番 所以除旧不新也 鲁国的身须首先发言 而且为大家贡献了一个成语 除旧不新 身须得出结论 就是明年将发生火灾 而子圣呢 做了进一步的推演 得出更加精准的结论 宋国卫国 臣国郑国 将发生火灾 郑国也不缺乏自己的天文人才 郑国人必造 那也是著名的天文学家 他一测算 也得出了结论 于是 毕造就把预测的结果 来向子圣报告 满怀希望 希望自己的报告 能得到表扬 他说 相国 我夜观天象 发现明年 臣 魏 郑 宋 四国都会同日发生火灾 不过 如果我们能祭祀神灵 郑国就能躲过大灾 出乎毕造的意料 子圣听了 断然拒绝了 他说 天上的事情 跟地上的事情 有什么关系啊 毕造心里不满 没敢出声 但心里却在说 分明只与平川路 却把好人当恶人 到了第二年的五月七日 中原一带 刮起了大风 子圣再次给出预测 这个风 就是火神祝容 给刮起来的 于是这七日之后 要发生火灾啊 到了五月九日 风越刮越大 五月十四日 也就是七天之后 预言应验了 宋 魏 陈 郑 四个国家 真的同时发生大火了 这一天 是郑国的首都 遭了大火 毕造叹着气 到处逢人就说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不听我的 不听我的 火神来了吧 来了 哎呀 子圣才不相信 有什么火神呢 这个时候 他第一反应就是 如果这是敌对国家的破坏 那怎么办 谁是敌对国家呢 表面上看 郑国的宿敌 是宋国 但实际上 真正有威胁的 是晋国 基于这种担心 我们来看看 子圣是如何应对 这一场大火的 子圣的第一道命令 就是 传所有的 晋国人 严禁进入首都 他要严防 晋国人 与此同时 所有前来 正国访问的外国客人 全部送到城外 名义上 是保护他们 实际上 是提防他们 而且 所有 旅居 正国的外国人 未经批准 不许 走出 住所 第二道命令 就是发放武器 全国进入 紧急状态 子圣不仅安排了 首都的城防 同时派人前往边境 通知边防部队 进入一级战备 随时准备迎击 外国侵略者 尤其又来质疑了 说啊 这样做 会不会让 进攻人不满啊 会不会反而激怒 他们来进攻我们呢 子圣解释说 小国一旦忘记了防守 就会灭亡 更何况 我们正处于灾难时期 小国 想让别人不轻视你 就必须常被不屑 不跟你说了 下面的事 该你去做了 国家安全事务 安排完毕 紧接着 资产命令邮寄 带领人 巡视祭祀场所和宗庙 严令仓库管理人员 坚守岗位 做好防火准备 再之后 派人前往国军的攻势 把国军的妃子宫女们 安排到安全的地方 最后 安排司马司寇 率领军队救火 这场大火 在当天就被扑灭了 紫产令人在城外 修建祭坛 祭祀水神火神 虽然紫产不相信这一套 可他知道 安抚民心的手段 是一定要做的 对所有烧毁的房屋 都做了登记 受灾的人 全部免除赋税 按护发放木材 重新建房 郑国 全国停市三天 全力来帮助受灾的群众 一切安排妥当 紫产派人前往各诸侯国 通报火灾的状况 告诉各国 郑国已经一切恢复正常 让友邦放心 当然也顺道提醒一下 不怀好意的国家 不要轻举妄动 最后 开始调查起火原因 原因很快就查明了 最早起火是因为一群小孩 玩火造成的 受灾的四个国家当中 魏国 宋国 郑国 采用了同样的措施 只有陈国 没有采取救火措施 陈国君臣 各自保护自己的家 至于底下 以民们的死活 完全没人去管 其他各诸侯国当中 只有许国没有派人 前往受灾四国慰问 所以史书左传当中 君子说 臣不救火 许不吊灾 君子是一只 臣许之先王也 火灾刚刚过去 还没消停多久 又来事了 天文学家 毕造 第一个来了 相国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啊 上天的旨意 不能违背 我告诉你吧 赶紧按照我的建议去做 否则 还要发大火 毕造这一趟来 那是很得意的 因为 他的预测是准的 资产听了 直接给顶回去了 得得得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你的建议 我不会采纳的 毕造很恼火呀 但也无可奈何 叹着气 走了 他这真是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 赵沟渠啊 能毕造走了 游击又来质疑了 说啊 这国家的宝物 本来就是用来保护百姓的 如果再发生火灾 国家就接近完蛋的边缘了 那既然有人提出了办法 干嘛不舍得那点宝物呢 游击有点想不通 有点不满 觉得你干脆就赏人家一点东西 听听别人的建议不就行了呗 资产听了就说 哎 你说宝物是用来保护百姓的 这话我喜欢听 但是 天到远 人到耳 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 自然界的规律远不可测 人世间的道理则近在眼前 两者之间互不相干 他怎么看星星 就知道小孩玩火啊 别听他瞎忽悠 资产很喜欢游击的为人 非常耿直和善良 不过 有点太过憨了 游击还不服呢 说 那 上一次 人家不是说中了吗 说中什么呀 说得多了 当然有中的时候啊 你仔细想想 他预测过多少回啊 中的多 还是不中的多啊 偶尔中那么一回 他就到处去宣扬 弄得大家都以为他很灵啊 游击听了子产的话 仔细想了想 哎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必造的预测 确实是 时灵时不灵的 游击还不甘心 接着问 可是 那就按照他说的去做呗 最起码 也能安定人心嘛 子产笑了 觉得这小伙子 真是太憨了 于是他就分析说 安定人心 那是要看时候的 当初火灾的时候 人心惶惶 需要安定 所以那时候就需要祭祀 现在火灾已经过去 人心已经安定 但是依然天气干燥 需要的是谨慎防火 这时候 如果按他的说法去做 反而让大家松懈了 那就更容易起火了 子产说的确实有道理 同样的事情 在不同的情况下 有时要做 有时不能做 结果 郑国在子产的领导下 防火措施到位 再也没发生火灾 游击是打心眼里 佩服子产啊 他这书啊 真是牛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 必造是第一个来的 他是要奖赏的 第二个来的呢 是晋国人 晋国人来干什么呢 游击的担心成了现实 晋国人是来责问的 说是大家都是友好邻邦 怎么动不动就在边境 搞一级战备啊 在边境制造紧张空气 是不是对我们晋国不满意啊 是不是不信任我们晋国啊 请贵国一定要给出一个强有力的解释 晋国的使者还说了 你们遭受了火灾 我们也很关心啊 我国国君亲自祭祀 为你们祈祷 可是你们呢 把我们当敌人 让我们边境的百姓非常惶恐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晋国使者的语气很强硬 看上去很愤怒 子产就说了 啊 多谢多谢 使者您说对了 我们的灾难 就是贵国国君的忧患啊 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好 所以上天给我们降祸 我们要救灾 还要防范犯罪分子趁火大劫 然后越境潜逃 成为贵国的祸患 在这说了 我们侥幸没有灭亡 今天还有机会辩解 要是我们灭亡了 即便贵国国君再为我们担忧 那也是无济于事的呀 郑国周边还有很多国家 我们没有时间分辨 谁更危险 谁更应该提防 但是我们知道一点 郑国一旦受到攻击 我们能够投奔的也只有晋国了 既然我们已经奉晋国为盟主了 怎么可能背叛晋国呢 子产这一番话 连吹带打的 滴水不漏 说的晋国的使者 实在没话说了 只能说今后注意呀 之类的话 走了 对大国 很多事情摊开来说 反而能得到他们的尊重和谅解 相反 如果你畏畏缩缩的 别人只会更加看不起你 你想啊 捏柿子 我也得挑软的捏 你如果示弱的话 他要是不来对付你 那岂不是对不起大家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 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 这一时期出现了 诸子百家相互争鸣 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 有许多出现于这个时代 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老子孔子震探登场 道家儒家摆花齐放 就让我们带着重庆 回顾春秋那些人吧